不得了啦 有位老六 不小心把蜂蜜跟红色的颜料 搅拌在一起 然后把配置好的五颜六色的蜂蜜 放在蚂蚁家门口 结果蚂蚁们吃完蜂蜜后 肚子就变色了 吃了绿色蜂蜜的蚂蚁 肚子就变成了绿色 吃了红色蜂蜜的蚂蚁 肚子就变成了红色 真有这么神奇吗 我也来试试 不是吧 蚂蚁吃了彩色的蜂蜜以后 他们的肚子就会变成彩色的 你看到我小时候看过的蚂蚁 明明都是黑色的呀 对呀 我也是呀 这彩色肚子的蚂蚁 从来没见过呢 要不然他们也来试验一下吧 正好早上老妈刚买了蜂蜜 走 咱们给它调个色去 我给一个白盘子 我还拿着西部菜醋 就是不知道小蚂蚁喜不喜欢吃 把蜂蜜分别提出一点 来一个蓝色 再弄个红色 橙色 绿色 金黄色 这种原来的颜色 几乎没个区别呀 最后再来个紫色 彩色的蜂蜜 特别看起来好吃很多呀 接下来 我们跟着彩色的蜂蜜 去小学里干嘛呀 这天都快黑了 怎么还没有蚂蜜出来 这蜂蜜都快干了 我们已经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了 这我连一只蚂蚁的影子都没见到 看来还是天气太冷了 蚂蜜全都躲在家里不出来呢 哎呀 今天就零部哪有蚂蜜出来 看来怎么得想其他的办法了 这有个女生蚂蚁 那咱们只能自己上网买啊 我一下那二十只蚂蚁 把蚂蜜都还移动 就没给大家尽量实用了 哦到了终于到了 没想到我买的蚂蚁第二天就到了 你怎么咱们可以继续昨天的实用了 你怎么来看看 这蚂蚁像什么样子 我的妈呀 这里面的蚂蚁也推大了吧 这里面还有卖家这么小窝呢 我怎么赶紧给你们布置一下了 我来第二位一份 你以彩色蜂蜜 把彩色蜂蜜推台放进蚂蚁的小窝鱼 这蚂蚁一直一直夹进去 刚把这些蚂蚁放进去 这里是小蚂蚁围绕了这些彩色蜂蜜 它就密实了 不过呢 现在还看得出来 他们的布置有个变颜色 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吃一碗 有一些蚂蚁还像开手会一样 不知道在伤量的什么鬼主意呢 先给它们安静的吃一碗 等到明天早上我们再看看 它的肚子有没有被它抖色的吧 老子们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们赶紧来进入外面 看这些小蚂蚁的肚子 有没有变色了 看下一次 这些蚂蚁们都吃哪了呀 怎么只有脸质啊 原来他们都躲在上面 这一杯都围在一起 是不是太冷了呀 可以看见 手蚂蜜好像变少了一点 这上面的旁边 还有好多蚂蚁们的脚印呢 红色的脚印最多啊 黄色的脚印最少 后来他们最喜欢吃红色 我赶紧来看看 这些蚂蚁的肚子 有没有变到红色的 我怎么看它们的肚子 还是黑色的呀 这些蚂蚁的小肚皮 更没有变颜色 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 现在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彩色的蚂蜜 并没有让它们变颜色 小爸爸 你们知道 是不是你的蚂蚁肚子 为什么会变颜色吗 我的天呐 千万别剪开家里的洗澡精 否则 你就会发现 里面竟然秘密藏着吸血鬼的补血袋 把它放进水中 就会融化 还会出现吸血鬼的棺材 不过千万不要打开它 否则会有很可怕的后果 我现在还没剪开家里的吸血袋了 我突然就会发现里面的吸血袋 放进水中融化 还会出现吸血鬼的棺材 我突然会有什么后果 我见到小雨用的洗澡精 好像就是这种 你说的是这个吧 果然和视频里的一模一样 闻起来还有个回方泡泡的香味 就我来把这个剪开去看看 长得真是马蜂蜂色的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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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里面是十斤的 做你们有点个脑落呢 确定了 这里面什么都没 嘿嘿 其实我用的也是同在洗澡地 我用了这么多 我还没剪开看看呢 上面的洞洞这么多 绑了好像一个蜂蜂蜂 咱们直接剪开它 怎么感觉里面好像没有啊 是要把它剪得小快一点 我用的洗澡精 竟然也没有 又放死了一个 别担心 刚刚我去小麦布 买了四个灰 我看绿色的 便是让我来剪它仔细点 用过的洗澡精也没有 那新的洗澡精也说不定就有呢 咱们和视频里一样 会全面给它划开 嗯 谁想到这里面还内有钱光呢 等一下 这东西 哇 真的是个小雪袋 妈呀小伙伴们 这是我最大的 全是AB型雪 全是有AB型雪 全是有AB型雪的小伙伴们吗 那有几个爪子让我看见你们 再来打开就是粉色的 是 这类子是A型雪 A型和AB型 已经被我抽到了 大家到了 先来开这个 新黄色洗澡店 我还一刀 来找一找有没有靴带 撕开它 当然这都快一分两半了 怎么也没看见 血浆带的影子呀 还是来找找 这个紫色的吧 咱们这次从后面拉一刀 撕开来看看 有个红色的管子 来看看是什么雪形的雪形带 哇 那样是B型雪 节目节有没有一样雪形的消息 赶紧点个赞赞 让我看见你吧 生日错完了 总共发现了三个吸血鬼的估计带 没想到吸血鬼还算血型呢 然后咱们把它们放进水里泡一泡了 倒入清水 水星要变红了 让我来帮它搅拌搅拌 诶 这雪怎么越来越红了 诶诶 也算越来越红了 带子我都快看不见了 可能是融蟹掉了吧 越来越红了 我都不敢看了 白白白明天躲下来看看 这是什么呀 怎么雪红雪红的呀 拿出来看看 一个小盒子 上面还有一朵玫瑰花呢 等一下 是好像可以打开 是空的 我的头好疼啊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我的天呐 千万别在半夜用锅加热小熊软糖 否则 它们就会一个一个站起来反抗 还会融合起来 变成一个超大的软糖 真的太神奇了 你千万不能再半夜用锅加热小熊软糖 否则它们就会一个一个站起来 还会融合成一只超大的熊 快累死啊 吃了这么多点的小熊软糖 我怎么都没发现 这个实验也太恐怖了吧 但是老肥有包小伙伴们一边周围 我决定今天咱们就在试验一下 猴子们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1点30 我人买来的脸包将会经常吃的这种小熊软糖 每包里面的小熊软糖长得都超Q猛 而且每包的颜色还不一样呢 这种小熊的软糖 真的会自己站起来吗 赶快试一下吧 咱们先把这些小熊软糖一颗一颗瓶放在锅里 也不知道它们会不会站起来 超过加热 不对啊 咱们看什么如霸了 它冒一样了呢 都看不出来小熊的瓶瓶了 不是吧 它都焦掉了 竟然等小熊点了 后果也是你火开又太大了 而且这时间也没到12点 那周围姐等到5夜的时候 要不然过了12点 咱们再来试一下了 老子们 现在已经是12点06了 这过了12点 天然算是5夜了 这次咱们再来看看小熊软糖 能不能站起来 这次咱们把火开小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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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熊软糖 这次怎么好像没反应啊 难道是你的火开了太小了吗 哎 等一下 它们好像开始融化了 感觉它们一个一个都软绵绵了 奇怪 上面的这排全都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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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这排一点反应都没啊 看到上面那排可以站起来 咱们再等等看看 哎 底下的小熊怎么越来越扁啊 它们好像也要融化了 啊 不是吧 嗯 果然融化了 都已经开始冒泡泡了 A few moments later 什么小熊王父母 我看这些都是假的 我跑了 我要就睡觉了 哎哎哎 小伙伴的 我一个人在这里了 想一想就有点怕不怕的 为啥我还想再试验一遍 光明这小熊呢 真的站起来了呢 职员的小伙伴 点点你们的小手指 给哥哥我来点赞赞的 帅哥 最后一个实验 再不行的话 我可就放弃了 开火 就抓住半天了 这几颗软糖 有一点东西都没啊 你知道这丝又是吗 等一下 嗯 他为什么他站起来了 嗯 他为什么他站起来了 他们也在动 他们也在动 可是还在不停地变动 太路破坊了 你们千万别使用 不停地变动